这头巨兽的尸体有几百米昌 它曾经是海洋霸主 现在呢却只是一头巨型草鱼 科研人员正在它体内往来穿梭进行研究 大地突然颤抖 这不是地震 而是地下钻出了另一头巨兽 它以迅雷之势劈开现场一切 假设有人幸存下来的话 这时才能看清它全貌 它的嘴竟然几十米昌 是个巨型菜刀 这就是这季的新怪兽 吉隆 嗨大家好 我是科幻迷不满 这期视频为大家介绍 大怪兽加美拉重生的第四集 只觉伯科是个普通小学生 有群统领小朋友 不知为啥 他们到哪儿 哪儿就弄怪兽 有个财团热衷研究怪兽 就把他们拉进一个科研小组 让两位负责人带他们活动 今天他们坐船抵达财团的一座科研岛 又要进行为期几周的科学调查 有位小伙伴感到不安 觉得最近老有怪兽袭击 这儿会不会掩饰呢 伯科让他放心 加美拉会保护大家的 加美拉是一头乌龟状的巨兽 长相凶恶 但不知为什么 每猜孩子没有危险时 他总会来救 伯科不明白原理 但已经对加美拉养成信任 对方仍然不放心 又觉得财团可疑 因为财团什么都不愿意告诉自己 好像在满真相 他试着开门出去 却发现房门已被财团的人反锁 这更加剧了他的猜忌 其实不光孩子们 就连财团指派的这两位负责人 也不信任财团总部 他们上岛后才得知情报 财团的另一处基地里 又逃出了一头巨兽 这头巨兽叫吉隆 残忍暴虐 他刚袭击另一处科研现场 屠杀现场人类吞噬巨兽尸体 我们因此看到了片头那一幕 现在他又行踪不明 按照以往的规律 很可能又来找孩子们了 负责人不光害怕吉隆 更害怕总部的处理方式 因为他们刚和总部开完视频会 可总部对吉隆的事只字不提 负责人还是自己打探才知道的这事 难道说总部是故意隐瞒情报 想放吉隆撕虐吗 负责人想不通总部的动机 但确定他们没安耗心 准备辞职跑路 不过他这样做直升机走呢 海水突然沸腾 吉隆一个跳劈 把停机坪劈成两半 好了谁都走不成了 这座基地还挺大的 人也多 两位负责人一边指挥撤离 一边下令反击 这有门130毫米大炮 可打在吉隆身上 只能发出打铁一样的声音 吉隆被挠得好烦 给他劈断 基地最后的防御也崩溃了 吉隆冷静下来 看看四周又去批其他建筑 他每批一栋都思考一会儿 仿佛在找什么 答案很快揭晓 吉隆劈开又一栋建筑 跟伯克三目相对 这就是他要找的 吉隆正想做点什么 地下冒出一个火球 不出所料 加美拉又来了 两头巨兽对着咆哮 呼出的气浪甚至让人站不稳 负责人让手下们撤离 基地变为空城 也是两头巨兽的竞技场 加美拉用火球骑手 吉隆用跳拼化剑反手围攻 加美拉被迫用手挡被批的直冒险 概括来说呢 吉隆主要用刀攻击 用大跳躲 而加美拉主要用火球攻击 用小碎步躲 伯尔也有例外 吉隆可以应接火球 给刀摧火 老这样也分不住胜负呀 吉隆于是使出新招 他用击背传输能量 用尾巴拍出鳞片 飞刀仰射出去 给加美拉打得好疼 话说既然这么疼 加美拉为什么不躲呢 因为她的背后就是孩子们 她动一下就没法保护 战斗再也不公平 听再歌 吉隆先用鳞片刺伤她眼 用跳皮切掉跳胳膊 在这瞬间 伯克也捂着胳膊剧痛倒地 仿佛他俩有精神联系 他回头再看 吉隆又用刺刀扎进加美拉身体 加美拉倒地 吉隆咆哮 胜虎似乎一分 但谁都没想到 加美拉顺势喷射旋转 变成个飞天大龟壳 吉隆还是连劈带跳 但这次只是徒劳 这次交手时天有地动 孩子们担心地面不安全 都躲进地下电梯 实验重地 有一头十万年前的干尸巨兽 还有一种名叫奥流神秘晶体 据说和巨兽存在关联 伯克拿手一摸 居然看见十万年前的景象 那时就已经有发达文明 人口高达两百亿 这种晶体也是他们制造的 这些古代艺人满嘴碎碎念 说着什么进化的事 怪兽 进化 十万年前的发达文明 这些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下两集故事将全部揭晓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安Fans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